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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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下去 飘下去 我不会水啊 别气 别气 快走 飘下去 别气啊 快走 快走 你怎么走啊 姑娘 快走 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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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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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人 放开 到这边呢 兄弟 给我抓住他 快走 发 Prince 好了好了好了 快点 快点 跟我追 追点 跟我追 快 追 快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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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妹妹 这是哪儿呀 这衣服是你帮我换的吗 是婶婶的 头发也是婶婶书的 是 和姜汤暖和 是你家大人救了我吗 我爹姐救的你 你又冷 喝姜汤 好 容儿 醒了 爹爹 是英雄救了我 随手为之 不用谢我 不知英雄怎么姓名 我是 边京盛家的女儿 现在身无常物 待我归家 定当厚礼重谢 我是个男子 在水里边救了你 你不应该告诉我你的性命 这样以后有损你的清育 英雄深夜潜水救我 足见高义 还有什么可损清育的 没想到这辈子 我还能听到圣家六姑娘叫我 高义 真是难得呀 你怎么知道 二叔 孔二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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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这儿啊 给你个好东西 热乎的 我祖母呢 你有没有救我祖母 你见着她了吗 来 刘儿 出去找石头跟我玩去吧 放心 你祖母现在好着呢 已经派人把她送到指挥营去安置了 你圣家的船也完好无损 还有你那个小丫头 小 小头 对对 都被叫上来 不过现在啊 这水路路路 都是要收拾残局 过不得人 等他们弄好了 我找一条小船 把你送回你圣家的船上 到时候 你见着你二哥哥 告诉他我一切都好 千万别担心我 二叔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说得对 那个曼娘是黑心黑肺的 她拐走了我的儿子 整个遍境城中找不到她 一开始我还有些消息 后来追到桂林郡 就再也没有踪迹了 从桂林郡到这里 也是很远很远的呀 自从在桂林郡我失去了消息 我突然想到 石头的凶嫂在曹邦 已经做了头目了 这个曹邦随水而生 水路路路 曼娘必须找一条路 我在这儿指不定能得到更多的消息 没想到一来 碰到石头他们家 和偷袭你那帮水贼有过去 我给他们想了一个计策 正好救了你 这也算是命数 那曹邦呢 曹邦就是一群在码头上 斑斑扛扛讨生活的男男女女 对了 今天救你他们也有罚 行了 踩到够了 兄弟 走 行啊 一二 别我姑娘醒了 先生 你醒了 你醒了 你看看你 但是我的粗服衣裳 也这么好看 咱去那床床床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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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 坐这儿 冷吧 坐坐坐坐 坐冷 坐坐坐 坐坐 没这么早你 刚才那个二叔说 是你们救了吗 谢谢你们 谢谢啥呀 应该的 这帮水鱼 几天胡乱杀人 他们要带他们下去 我们就没法抗运了 大伙都得饿死 幸好我兄弟石头 带公子过来 领着我们 好好地收拾了什么几次 看他们要打劫大船 我们就先埋伏着 公子说 这叫鸡半水鱼 嫂子 瞎说什么呀 那个叫鸡皮鱼半肚之计 你嫂子说话你就听着 开什么嘴啊 横竖公子的意思 就是让他们先干上一票 等他们从江青上 往岸上敲 没招没落的时候 我们再下手 可咱们正埋伏着呢 公子一看火烧起来了 说这家人他认识 什么半度半度的 他也不管了 一个猛子扎下去 救人去了 没想到救上来的 这位俊俏的姑娘 这简直就是宫里的公子 咱咱咱咱咱咱 谢谢你们 谢谢 来 外面风大 你去屋里待着吧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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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人跟他们商量 阿淑 你方才问你 远近以后的日子 并不是像瞧热闹 而是想给我二哥哥 带个好消息 我二哥哥一在家里说起你 总是惦记你 总是放心不下你 你若是想劝我回去 就不必再说了 我是想报答你 对我见面的恩情 你上次就说要报答我 替你情儿当中 然后你告诉我 曼娘心术不正 你这次又要报答我 我都怕了你啊 坏的是消息 又不是传消息的人 那你这次又要给我什么坏消息 难不成啊 你要说容姐也心术不正 不是 不是 我方才在屋里瞧着 容姐怕我老 一会儿给我噎被子 一会儿给我喂姜汤 我是心里面 真心愿意她能更好 然而她 然而她是你的女儿 你是什么样的人 她就是什么样的人 她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侯府公子 她就是侯府千金 你现在 你现在流浪于江湖 那她未来就是水贼草寇的女儿 一天一地 云泥之别 你这不还是变着方 帮你二哥哥劝我回去嘛 昌哥已经被拐走了 容姐必然得留在我身边 我是不会再回顾家的 我也不是让你撇下容姐回顾家 正好相反 我就希望你 别因为自己的意识意气 去耽误她一辈子 你小小年纪尚未婚配 知道什么是儿子女儿的一辈子 我虽没有生女儿 可我也是做女儿的人 我不知道女儿的日子 难道二叔你知道 是吗 你看容儿多高兴 比她在京城快活 也比在田水巷快活 应该也会比在佛府高兴吧 可人这一辈子 不能只看眼下 是吧 小时候 我娘跟我说过 张罗策的故事 父母能对照顾太错了 是是是 就是这篇 里面有言 父母之爱子 则未知即深远 怎么能只顾当前眼下呢 三岁就要想十岁的事 十岁就要想十六岁的事 人无远虑 必有近优 你阿娘还看战国册呢 冠儿叔你是不知道 这宅子里面的事 一点也不逊色于战场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那个继母小秦氏 从小对我百般呵护 宠爱有加 把我捧在所有兄弟之上 我幼小失事 自然也对她 像亲生母亲般的爱恋 可想不到有朝一日 她突然变了脸 这是凶声恶杀 功成先功心 有力 别说战国策 即便是我读完 天下所有的兵术 只怕如今也事如子孝 我难道不是吗 我眼睁睁看着我小人 去疯而亡 自己的弟弟 还未出生 就活活憋在肚子里 我四处哭诉 四处哭求 却只有你这么一个陌生人 帮我去找郎中 时候人人都不肯认账 是否偶尽 真不肯认账 你怎么说 而且她还高兴 我创造的 才放更大 不然的话 我都不知道要死多少婚了 二叔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番话 是大逆不道的 若不是念在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再也不会对你说这番话 不二叔 这女子活在世上 术为不义 你还是多为容紧 多想想吧 你和你阿娘很像 目光长远 不敢当 不敢当 我只不过是 久处于威严之下 难免要学会察言观色 多思多虑 为自己留条后路吧 你如此深蒙眼虑 在这人 他为什么自己的事 去想不清我 我的事 我什么的事 婚姻倒是 你别胡说 那 您这么聪明 用不着我多说 反正 自己多想想 可未来 都 theo后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嫂子 想你啊 老嫂子 大老太太 真怪我呀 总想你过来 没想到这路上不太平了 看得一下肩上浴血的癌 好事 没有着梁生病呢 别这么说了 老嫂嫂 我早就想过来看你 再说生病了怕什么 这不 有来喝喜酒的 可家老妹妹呢 瞧你这张嘴 惦记上我了 当然 这次回来呀 多亏了我这孙女 又聪明 又能感 又孝顺 这一路保着我 逃脱险境 我才得意过来 快过来让我看看 快来 真好 受着惊吓的没有啊 晚辈还好 毕竟一世 日后和姐妹们谈起来 也是说笑一场 还好 快坐下 快坐下 瞧瞧瞧瞧 不愧是永与猴毒你 养出来的孩子 说起来姐姐姐妹呀 我正有两个孙女 大的叫姝兰 出嫁几年 过两个月 中秋拜月吃酒的时候 才回来 小的呢叫品兰 跟你年龄相近 是个没心眼的皮猴子 正好呢跟你做伴 一起玩玩 姑母 姑母让我玩点亮 小皮猴子来了 祖母金安 二祖母 慈安 品兰姐姐好 明朗妹妹 明朗妹妹壮安 姐姐说 怎么穿成这样子来见客人 我这个女儿呀 喜欢席子 你看 你怕把梦弄脏了衣裳 那听见召唤也该整齐了 又再出来呀 什么席子呀母亲 对 祖母说了 我可以在五号玩一会子捶完呢 你急 我真是替她拦都拦不住啊 快把衣服放下来 小心照亮 好 弟妹呀可别怪我 我最疼女孩子了 我就想啊 又阳横树是个乡下地方 比不得东京归京 也就在家呀住几年 等出了门子嫁了人 就没有做姑娘的日子 是啊 明儿在家里也是拘束得很 所以这回我出来带上她 让她好好放松放松 好吧 这叫单丝不成县 独木不成林 你可找到伴儿了 不许把名丫就带坏了啊 怎么会呢 对了对了 你们出去的时候啊 若是常务哥哥不得闲 把我们家这胡孙带上 叫上家丁们 这外头现在不太平 听说有流寇作乱 可不能回来晚了啊 走 我请放心 姑娘 姑娘 起床了 起床了 姑娘 快快快快快快 妹妹 睡睡吧 好 起床了 妹妹 太阳照屁股了 长得大屁股了 起床 醒醒 你给我给我给我 洗洗洗洗 那你洗脸我就给你 我给你洗我洗我洗我洗 好好好 我烫一窝兔子可好玩了 赶紧洗个脸我带你去瞧瞧 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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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荒子兑去了 什么是黄字队啊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也就是最后一队 我们公 我们公是公办 得了 去吧 将军 赵团练推荐来的 去皇子队 怕是不好吧 宇宙团练是赵宗全 多大个便宗 冷门宗室 遍地宗室 朕把自己当黄金国气了 把这个起毛当林剑的玩意 我让他去皇子队 都算给全了官家的面子 看到了吗 看我一块 长毛哥哥太厉害了 我没打过力 连锅都拉不开 这没事啊 长毛哥哥打那只兔子 你拿得好了 谢谢平安姐姐 我客气什么呀 长毛哥哥 多打几只兔子啊 要不然两个月之后 你许亲嫂子过门 不让你动房 你这小丫头 瞎哭说也不害臊 看你哄文了吗 刚才说跟长毛哥 一起保护我们的 照大好连影都不见 待会儿他再被狼狐给吊了去 来 走 李宗洪小哥 红光哥哥 都是我的不是 此次出行本来应该是保护我妹妹们的 结果刚才路过这个地方 我发现了一株白龙皮 一时忘形 让你笑话了 人家出来都是猎的野兔野鸡 你出来挖的却是草药 那你回去之后 人家问你猎的什么猎物 你怎么说呀 我就说我心有不忍 我心里发了一回慈悲 玄虎世家 菩萨心肠 哈喽了 又一只鸡 妈 你坐坐坐 前面有没有我们的装护呀 我们可以过去喝喝水歇一下 别呀 咱们 咱们去张上姐家那边打马球吧 可能还没散呢 你也不嫌累 活不贤呀 不然咱们先喝口水吧 大伙都累了 我 我就发现你总是帮溜妹妹说话 我也没有 抬下 抬下 怎么怎么 这谁火口 抬下 抬下 你说什么意思 前几个月南方有个大三名 但是要自立为敌 后来就说要想来我找 不知道怎么又烦了 所以这闹起不够了 又因为前天遇到的那些水贼 应该就是跟那些人勾结起来闹的 那 那他们现在是打到这里来了 只有七八个人 应该不是打过来 他们这败法逃过来 前几天我在城里还赶着告诉你 你赶紧回去吧 你回去告诉周县衙门 让他们赶紧家底巡逻 怕什么呀 咱们这么多人 直接上去抓了就好 不说 他们都是贯常杀人打仗 咱们的家底只会做杂事 咱们打得过 快走 快走 我怎么知道能打得过呢 快走啊 看看 怎么吓得这样 你看 看看 你吗 看 看看 看看 诸书的说了 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先劳其心智 劳其精 对对对 干净 现在劳其心智 劳其心智 公子 咱们比这书次来吧 谢炳哥清晰一个无品游戏将军 让咱们在这儿挖坑没人 我现在觉得 找赵兄弟要出信 违者是错的 为啥 他们是太宗的后爷 违者 无所担心 出来 老板 把三个罚我 三个罚我 撒 撒 不忘心疼你 这是女三的毡子 害了孩子没了父亲 我把她收回去 给他家留个面相 压将 愿月神庇佑 貌似嫦娥 愿如浩夜 姑娘 大娘子说让姑娘拜完了月 就去片厅见人去 慢慢 走了 走了 拿上兔子灯好了 好呀 就当是个安慰了 这个给你 好看吗 中秋本来很好 我最爱耍灯了 可有个亲戚是我不愿意见的 就是我舒兰姐姐的家婆 可偏偏见我弟亲姐姐就得见她 我来了这些天了 怎 怎么也没见 这位娘子上门呢 她儿子可是秀才 哪里瞧得上我们这样 经商的人家呢 没有 这话可查 既然看不起 那为何老阶心 当年他们家可穷着呢 我也不好在背后说声话话的 反正一会儿你自己去 自己瞧瞧就知道了 可不是我冤态 我儿子是秀才 秀才 知道是什么吗 那是宰相给苗 等他做了宰相 说了您来着 一刻都不得笑 我家侄儿 和你家宁丫头 那不正是 没当户对 天作之和吗 婆婆 您先喝口茶吧 这就是汴景雷的名丫头吧 果然是好模样 好生养 亲家 亲家 我那侄儿你也是见过的吧 我那是一表人才吧 过些时候家里长福大兄弟 是不是也要成亲了 今日正是中秋 贝月娘也喜庆啊 咱们不如喜上家喜 把我侄儿和名丫头的婚室 给 把我侄儿和名丫头的亲室 给定了吧 亲家吃醉了 舒丫头 不是 扶你婆婆 下去休息 歇什么歇呀 我虽是吃了酒 也并没有醉 对 亲家老太太 你这像是不愿意一样 可这也不是你孙女啊 还是为你郑主的老太太吧 我这丫头还小呢 且放我身边 再过几年吧 我还就是看好这姑娘 这气色好 好生养了 虽是个庶女 有些不配 但若我来做主 我那侄儿 也不敢拨我的面子 亲家若是 真的觉得姑娘还小 也不要紧 先把亲给定了 我给侄儿屋里 放几个陪房伺候着 让她懂事些 等姑娘大了 再来迎娶 你那侄儿二十几岁的人了 身为白丁下无立锥之地 也敢来求亲 我们盛家的姑娘 个个都要舔你们孙家的坑不成 你这个姑娘 你是怎么对着我们说话的 我儿子 十二岁就种了秀菜 老神下都给她算过的 说是将来有 宰府大相公的命数 到时候 你说她还能不 踢下踢下她 唐兄弟不成 你这么的视力眼 到时候 只怕是都跟不上八戒 十二十岁的秀菜 但是十几年了 还是秀菜 我妹妹的嫡亲哥哥 早中了三榜 官家清典的汉林大官人 你还配得上她 配 贫兰 这不都是你家这个小妖精 给闹的 自她嫁入门以后 恐得我儿子是 无心读书 一心的私会呢 你是 不 不受 你 当婆婆的在这里 说了半天话了 头也干了 你那边吃啥呀 你都不晓得奉上一门 又你何用 我儿子 凭什么呀 凭什么 你说我姐姐她这么疼我 她人又这么好 怎么就 怎么就推上那种事啊 她才二十几岁 还要在这种 啊咋破产的门户里面 再过上几十年 你说 你说她这以后可怎么办 没能够 Moss 坡坡坡坡 不光是去看过了 昨天人还在 今时都不在了 但东西还在 子 子 不对啊 子利多是夜宵和野狼 此刻应该是补食的时候 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是啊 很安静啊 此刻他们要来偷袭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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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说有重大军情 必须面见将军笔报 是不是那逆贼打回来吧 是赵旁连推荐的木白印 说是有重大军情 我跟你说 你过来 给我听好了 只要不是那逆贼拿到军林外 这天没有打下来 就别来上我睡觉 是 张军 张军 今月敌军要来偷袭大英 丑时是人睡得最熟的时候 现在已过此时 敌军马上就要杀过来 你知道睡得正熟还来操我 走走走 将军 来的 把人给我撵下去 将军息怒 将军息怒 不是 将军就 快 将军 好 这里是平川 他们杀过来 快 我们绝无法是撵啊 将军息怒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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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也未必就是今日偷袭 也说不定是你听错了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派一队人马到处外面搜走 你要喜欢 你带队 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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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我已经被抓会了 绝对 对 战刀 这cidos 就是 这家伙兴 不必就是 说 这是将军的主意 将军 将军 及 你也在死 哥 这贾传军要杀头 一旦敌人杀过来 就知道我是不是在贾传军 你们赶紧去吧 去吧去吧 哥哥 那我们回去了 师父 来 帮我 师父 师父 你父亲当时呢 过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日子 老侯爷怎么会过这种日子 老侯爷是承其晕风了 那是 行了 你赶紧去告诉大家 带大家多小心点 好 好 起来 放着 师父 走了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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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